Wordpress的一些商業機構內容 那各位看一下 你在這邊你可以點升級的地方 你看一下 如果說你要拿這個要做商業機構商務網站的話 你可能需要這些功能 我們個人版能夠做其實有限 雖然那個畫面編白比較像靜態式網站 那個人功能有限 那你看到這個東西 如果說人家商業機構 往下拉看一下這個 這邊有電子商務行銷工具 整個一流的物流業 這邊這功能它都一大堆 用網站或媒體的什麼 使用什麼PayPal這個支付 有什麼付費的訂戶專欄屬性 這邊作為這些 當然不會顯示公關 這不用討論 那就是看你的機制 這裡面有些可以加進來的 現在是免費在網站在使用 其實功能是受限的 OK嗎 我要跟你提的是這個 所以要免費給你用 其實這邊 你應該說拿這個紙來做練習 讓你了解一下 什麼叫Wordpress 那今天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話 就要從這裡來看這個 這個付費是用年去付 不會說一次當你繳一個月 沒有用繳一個月 它可以收這個錢太麻煩 用年去算 一些商業機制機構 可能這邊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會比較多一點點 細點也可以從這邊來看 細點也可以從這邊來看